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療的側面も踏まえつつ もっと気軽にお客様に提供できるサービスを目指していたんですね Express Serviceだけではなくて Open Conceptの転送も含めて 全て我々のサービスはお客様に分かりやすく提供できるというところが この家来自日本的眼鏡店 以不一样的经营方式 很快的在新加坡市場冒出頭 2013年进入本地 5年里開了25家分店 当時のシンガポールがちょうど10年15年ぐらい前の 日本のマーケットに非常に近く やはり医療的側面を前面に出した眼鏡屋さんが多かった それに対して我々のような 20分でExpress Serviceをするメガネ屋さんが少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が一つのポイントです 像他一样任顾客世代 而且提供快捷配置服务的眼鏡店 现在越来越多 可以说这家日本眼鏡店 改变了本地眼鏡零售市場的景观 这同他把眼鏡当作潮流物品来卖 有很大的关連 都市人的生活節奏快 利用午餐時間 做30分钟健身的服务 因此流行起来 健身房本身的会员 很多是在这附近工作的 专业人士 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个午餐的高強度訓練 刚好适合他们的时间表 所以他们就午餐时间过来我们这里 半个小时运动 半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回去他们工作 上班时间利用健身房的会员通常不多 30分钟运动配套 可以让潜在会员适用健身房的器材和课程 让他们决定要不要付钱成为会员 其实我们这个健身房 我们最主要的客户群是 来自私人培训的课程 一个小时的训练可能太长 所以这30分钟对他们来讲 就是我应该可以尝试试看 我应该可以应付得了 认为说自己有更多自信心 他们才会去更多 愿意去尝试更多的不一样的训练方式 比如说重量训练 不同的课程 这样 顾客也会开始认识 完整的健身保健方式 考虑参加健身房的其他服务 我们看到健身房和健身房 是一部分的健身房 它是一部分的更大的图片 所以人们来到学校 会在学校的问题 将会发问 你能够认识的课程 瑜伽 你能够认识 联系 所以它是变化 人们要在学校的各种各种各种 的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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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健身房和健身房 对眼镜店来说 要提供快捷的服务 员工培训和足够的存货是关键 但是有时候因为订单多 或者顾客的需要比较复杂 眼镜店不一定能够在设定的时间内交货 眼镜店走出日本 新加坡是它的第一个海外市场 在新加坡复制经营模式后 它累积了经验 已经另外开拓了多个海外市场 快捷服务的概念会成功 是因为这些产品的市场划分还没那么细致 商家找到了速度这一块来争取市场 接下来是未来几天的财经动态 星期五 本地将会有二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进来的数据显示 制造业还有当中的电子业走势依然很好 所以估计二月份的指数会连续18个月升高 今天节目就来到这里 感谢收看财经追击 我是董素华 我们下星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